火光闪烁接着 喉咙巨响吓到拍摄民众 另一个视角看画面更震撼 这里是乌克兰城市博德·杨斯克 会在扎布罗热二军占领区 深夜遭到乌军飞弹袭袭 不到两周前才跟英国拿着暴风之引飞弹 疑似现在就派上用场 也为俄乌战场增加新变数 而在过去几个月战况焦灼的巴赫姆特 上星期瓦格纳佣兵宣称成功占领 现在还真的拍影片 看到瓦格纳领袖普里格基指挥后撤 瓦格纳离开准备六月起交给俄罗斯正规军接手 普里格基还不忘再酸一次俄罗斯国防部以及俄军的无能 特别拍摄影片告诉大家瓦格纳真的要离开巴赫姆特了 但除了这只画面没有任何其他撤军证据 交战炮火的确变少 但根据乌克兰说法还有乌军士兵在巴赫姆特里面与周遭作战 乌东夜战医院还是有巴赫姆特伤兵送来 明明还在打 瓦格纳却离开让实力差一截的俄军接管 尤其俄军士气还很低落 隶属俄军110独立步兵团的风暴突击队 战一排宣告投降 满肚子空水一次吐完 死伤惨重 还有人集体投降 俄军只好继续征召新兵 连智能的军校毕业生也可能得上战场 而本周攻击俄罗斯边境的反普清民兵承认 入侵两天后就撤退 目标不再占了多少村庄 就是抓准俄军人力和士气低潮期 让更多俄罗斯人知道战争现况 别再陷入克里姆林宫粉饰太平的谎言 TVS新闻 庄博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